清明年假尾声难得阳光露脸 不过这几天又受到封面通过 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全台有降雨几率 那么在东半部水汽增加 气温下降 那么早晚出门会有明显的凉意 而周六封面远离之后 降雨会减缓 周日的气温才会回升 因此周末出游的民众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 留意温差 随着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七日全台都有降雨几率 而东半部水汽增加 气温下滑 地温预计来到16度 早晚温差明显 预计将是阴天有 举步短暂震雨形态 提醒民众出门 留意穿着 攜带雨具 7号这一天 今天 就是我们整个花莲 看起来天气最不好的 因为我们受到高压的影响 然后天气刚好 水气也多 所以今天会比较一个 失能的一个天气 然后到明天水气就减少了 8号水气开始减少 然后90号星辰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受到高压的影响 所以温度还是比较低 然后从9号开始 白天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莲这个地方 一路温度就往上升 然后天气不错的 一直都一路都不错 然后一直要到13号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一波 比较一个微弱的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温度可能稍微一点点下降 然后水气增加一点点的一个情形 周六八日到周日九日 随着环境水气逐渐减少 各地天气逐渐转好 只剩下局部山区午后有短暂降雨机会 加上周日东北激风减弱 各地气温再度回升 预估到下周一月天气都相当稳定 计划周末安排出入民众留意天气预报 记得掌方艳豪女士报导